大家好,回到柴谷斯文的时间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五律 吴杜庸所写的 吴杜庸也是一个前清的遗老 因为他是光岁六年的进士 后来他没有太大官位坐过 一直以港学为主 辛亥革命之后去民国 他直接来到香港再去澳门 所以在香港甚至澳门 在澳门留下的文字更加多 这些都是以住属为主 所以在香港或者澳门 看到很多民国年间的文字紀錄 很多都是吴杜庸所写的 刚才说到他先来到香港 然后再去澳门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首 《避地香港留城》 就是一首他来到香港的时候 写过一首作品 之后没多久他就去了澳门 直接在澳门那里 即是中路 这首作品 这首作品 我先读下去 我先读下去 所以他只是紀錄到几十 Hod门 其他整个水平 这首歌 如果他找到 diverthook 他想读下去 我先读下去 哥哥 即是在南海 他像高贊 話說他租房住房是很難的 因為房價是否真的跟身後駕駛有關 但他影響了 房價是升得很厲害的 所以後來他住完尹馬底沒多久 後來他搬到一個農秋收居的地方 所以他開始安定下來 他真的有時間寫一首詩出來 說回他那種所謂 所謂艱難的環境 所以你看到整段文字就覺得很苦 在壯碎壯年的時候 仍然是勞窮職 意思是低下階層 勞的動詞 還有氣有力的時候 還要在窮夫階層分農 不要說財務不自由 生活也可能是勞心不自由 玩實艱難 初陀失意 虛道干陰 芬芳苦難收 芬芳是放昏 其實所謂分亂的意思 散亂的意思 在那段時間 包括他的思緒 剛剛看見可能事情很散亂 也沒辦法處理得到 雲屋又難 身世可能只有幾傷行李 恆俠的意思 恆俠的意思 所謂恆俠的意思 所謂恆俠的意思 所謂恆俠 即所謂恆俠 都是這個意思 而自己呢 當時是孤身一個 這樣在香港 既然是所出律 既然是所謂的舊詩 一定有典故的 然後是孤身色直落 未忍 負窮壽 這就是那個典故 是什麼典故呢 就是三國時候 孤番的一個典故 如果有玩三國次的朋友 應該有孤番這個角色 孤番這個人 就是陳秀三國次 就說他 古之狂直 孤難 免符沒勢 然拳不能勇 非抗與爺 原來他當時 既不是不受所謂的朝聖的歡迎 他當時跟孫權打工 但其實孫權也不太喜歡他 所以所謂這些人 都被笑 一身鴻骨 但這種鴻骨 死後是沒有滋陰的 因為當時和當時的人 都不相親的 你自己孤身 所謂獨立的 死後自然 沒有太多人知道你的心情 所以 他就直接用 這個所謂 比喻他自己 當然 他死後 很多人寫話念他 不當用死後之下 很多人寫話念他 我想他這件事 可能跟余山 有一點點不同 這個 窮困憂仇 很難頂的 所以還未忍負窮仇 這是一個賭莊 這首詩其實是相當簡單的 表達了他香港的時間 但 剛剛來到的環境 不是那麼安定 難有容身 一旦防假貴 難有容身之所 他這首詩其實是促至 他這個 尖閩詩傳 他自己編的那個東西 那個詩集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大概是跟 他生平的時間編的 不是隨隨隨便收入 去自己詩集裡面 有排過的 所以 這一首 有一位研究者 梁基永多士 提及過 應該是他 第一首 在香港的作品 所以 你回到之後 其實還有一些香港作品 然後 他就過了澳門 所以 有更多的作品在澳門 就是 可以用這件事 來解釋 下次就繼續跟大家 齊學故事文 即是分享前人的所謂 智慧感受 下次見 拜拜 0 0 大家